中医讲求穴位养生,许定穴位可以缓解各种疾病,让身体处于健康状态,缓解了头痛,头晕,腰酸背痛等一些小毛病,那就跟着来了解一下,从头到脚,得一些保护穴位吧,摸穴位可以养生,这样按摩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。 一,耳朵护心学,在耳朵上有一个防止关心病的耳穴,可以缓解胸脉,胸痛,憋气的症状,可以去腰便购买耳穴贴,把耳穴贴贴在此时位上,并且用手轻轻的按压,一直让耳廓出现双刺胀痛感位度,每次按压时下,每天早中晚个按摩一次,两个星期为医疗程,耳背上的降糖学, 糖尿病和移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,以鱼血可以调节移腺的功能,在规律服用降糖药物的同时可以按摩此穴位,具有一定的辅助功效,每次按摩此穴对二百下,一直让有疑痛感位度,长期坚持下去,就会有明显的效果。 三,手上的烙枕穴,当颈部受量或者枕头高度不合适时会出现烙枕的情况。 在我们手上有一个烙枕穴,处于第二和第三手指的指掌关节之间,在按摩的时候可以用对侧的手拇指放在穴位上,其余四指放在掌心进行固定,按摩十分钟左右,一直让手指出感觉到发胀,酸痛累度,同时也要做好颈部的运动。 四,手掌上有指掌穴,在手掌上有合骨穴,具有理器指掌穴位长的功效,使用一手的拇指关节的横纹,放在另一个手的食指和大拇指之间,进行轻轻的按压即可。 五,小腿上有指隔穴,在小腿部有一个穴位,可以调节脾胃的气机,改善了因为饮食不节而造成的脾胃功能失调,具有指隔,缓解舒肠胃胀胜气的症状。 此穴位在脚筷和膝盖外侧连线,正中间的地方,用手指指不易画圈的方式来进行按压,直到有酸胀感为止。 每次食物下,每天按压二到三次。 六,脚背有降血压穴,在脚背上有一个穴位叫做太充穴,具有平肝护肝,补育肝肾,舒肝骨气,降血压的功效。 太充穴在第一和第二肋骨底结合补前方腰腺的地方,能够触及到动脉的搏动处,这样可以调理肝脏,脾胃,肾脏等。 温馨提示,劝对穴位来进行养生,能够让身体更加的健康。 如果对穴位拿捏不准的话,尽量寻求医生的帮忙,按摩师一定要注意力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